一一要找那種民俗療法 有沒有 然後他就這樣很用力幫你揉開 把那個筋揉開 揉到放鬆之後 然後再幫你把骨頭這樣 揉揉 揉一下有沒有 這麼激烈的 你就會覺得 舒服 沒有啦 我喜歡這樣耶 而且弄完之後 再幫你貼那個狗皮藥膏 他們自己弄的那種狗皮藥膏 所以三天就好了 通常其實不建議有話說 現在那個落枕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個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要不就冰敷 要不就熱敷 可是你會想說 那到底要冰敷還是熱敷 一個很簡單的判斷的方式 就是你去摸它 你去摸痛的地方 如果它有一點點種種的 或者是有熱的話 你就給它溫度 給它冰敷 如果說它沒有 因為很多反覆性的 到後來都是肌肉的一些筋卵 那筋卵的時候 你要給它熱的那個熱敷 所以要怎麼去判斷 你自己的感覺 你去摸它 如果有稍微比較發燙的話 就冰敷 沒有的話就熱敷 好 那如果說是 即興期我們其實很不建議 去做太多大量的扭轉這樣子 外力扭轉的這樣的動作 那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的關節在這個時期 它是發炎脆弱的 如果說它很脆弱的時候 就像你扭到腳的時候 你也不會讓人家去搬你的腳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狀態裡面 對 就是你會去搬它 可能有一個 就是你聽到那個扣扣的聲音 它可能不是你實際發炎的那一節 它可能是它的上面或下面 發出了聲音 然後讓你覺得比較舒服了 可是其實我們通常不太建議 在即興期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手法 如果你發現說你自己落枕這個情況 一般來講三到七天就會好 但如果說它都沒有恢復兩個星期 甚至伴隨著一些其他的症狀 譬如說 頭痛 頭暈 或者是胸悶 或者是手麻 或者是背痛 或者是呼吸會痛 咳嗽會痛 這些你可能就要去就醫了 就不能自己在家 還是要判斷一下 對 對不對 那洪醫師 像剛剛有講到那狗皮藥膏有沒有 很多他們那個 自己那個 草藥 這我們家傳的 獨家的 對 狗一狗加藥 你覺得那個怎麼樣 小心 我沒事 這個節目我也是要說 所有的疾病 要先有診斷 先有正確的診斷 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治療 你們很多人是自己診斷 還有一些 你說一些傳統民俗療法 他並沒有經過 復健科醫師 骨科專科醫師 這樣的一個嚴格的訓練 其實在診斷上面是很薄弱的 他們是憑經驗法則 對 反正祖傳告訴我 我這個 這個狗皮藥膏的成分 又可以消炎止痛 可是他或許是針對那種 知識不良肌肉 酸痛乳酸堆積的 或許是好的 如果說你今天不是這個疾病 我在想這個是一個叫做 用錯藥 根本診斷不對 你用了這個就是不對的 第二個我們常見的一個叫 金皮毒 其實日本一直在講說一個金皮毒 我們皮膚事實上會吸收很多東西 不知道你們在擦乳液 讓他特別小心 他們發現金皮 我們吃進去的毒物 我馬上就經過我們小腸 吸收新過肝臟代謝 事實上一個禮拜 大概九成都代謝掉了 他們發現經由皮膚吸收的毒 哇 好難代謝 因為它就直接在你的皮下 脂肪在那邊累積 甚至在裡面 但經過一個禮拜九成 還累積在你的體內 真的嗎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假設你今天狗皮膏藥 到底成分是什麼 好 中草藥 那個草藥的地方 旁邊開了一家化學工廠 在旁邊那個重金屬 對啊 你是中草藥是吸收 那個塗腦的重金屬裡面 你要塗了一個重金屬在裡面 然後一放就放那麼久 它悶在那邊吸收了多少進去 你就出現很多什麼貧血 腎功能衰退 大腦退化這些 對 不舒服還是要去檢查 原因不了解 對 但應該沒有想過 落枕還可以問一下營養師 就是靠吃的竟然可以幫助 他能夠快快好 還是營養師已經轉眼變昂了 沒有 我就是正通人 因為它其實就是急性的肌肉發炎 其實我們讓它放鬆 對 那種放鬆其實你可以吃一點什麼 辛香料 都是很好 辛香料 對 辛香料它是促進血液循環 讓可以讓它放鬆的 尤其是你壓力大 其實辛香料也滿有用 所以像一般的蔥 薑 蒜 然後或者是像一些那種 咖哩的 那其實它也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肌肉放鬆 我覺得這個倒是可以 每天大概半碗左右 半碗 對 但是不要去吃到 麻辣火鍋的那一種就好 對 就是半碗的辛香料 那另外就是說 在維生素B群裡面有一個 維生素B1含量特別多的食物裡面 它確實對神經的一個放鬆 是有幫助的 對 那B1的一個食物 大概在哪邊 比如說像是澱粉類像 馬鈴薯也滿多的 對 然後所以你就不要去皮 對 然後再來就是胚芽 然後牛奶 香菇 還有一些全麥麵包裡面 都有維生素B1 簡單來講 比較偏向澱粉裡面 粗食的 就是說它的一個 加工過程越少的 它保留的維生素B1 是越多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這一種 另外呢 維生素C 其實我們只要講到發炎 維生素C一定要出來 它是 所以如果像芭樂 小番茄 木瓜 地瓜葉 或是什麼甜椒 或是像現在的那種綠豆芽 其實你都可以吃 那盡量就是不要高溫 所以基本上如果像有一些人 他常常落枕的 其實我都會建議他吃 芭樂或小番茄 好的 所以這是針對急性 譬如說落枕 我們可以做的因應措施 是的 那接下來慢性來囉 慢性會有什麼 好 慢性就是肩頸痠痛 怎麼都好不了呢 那個就不一樣 我大概肩膀大概痠痛十幾年 而且我永遠都很硬 是從嫁給我開始就算痠到現在 十幾年 力太大了 真的 我肩頸到現在 用壓的都是硬的 壓不下去了 對 都是硬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 偶爾要去找人家按摩一下 不然有時候痛起來 是會整個衝腦 然後會頭痛 痛會這樣痛 對 所以我一個禮拜 至少有兩次 會頭痛 而且我發現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睡姿有關 因為我的睡枕頭 我是習慣 肩膀也要在枕頭上 然後睡姿我一定要 譬如說 然後很奇怪 對不對 很怪 睡姿還在窗口 所以我不曉得 我是不是一直維持這樣的姿勢 所以我的肩頸永遠都很痠痛 對 然後還有可能是壓力 壓力也比較大一點 不是 她就叫妳泡澡 可是我覺得泡澡沒有用 而且夏天誰要泡澡 夏天是熱了一點 而且我每次泡澡撐不到五分鐘 我就覺得喘不過氣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泡澡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用 而且你泡澡不是也要泡到肩頸嗎 對啊 所以妳就整個要沉下去 然後妳就要很不舒服 這樣更熱吧 而且最後的方法到底是什麼呢 最後的方法就是只能按摩 按摩 哪裡亂講 偷我的消炎藥 有啦 偷我的膝部 沒辦法了 如果就是貼貼布 就只能這樣子 不過長期的肩頸痠痛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探究 它背後的原因 到底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狀況 我剛剛講還是要先診斷 才能治療 那我想說為什麼我們會肩頸痠痛 我們就要找一個叫做 其實一個叫做 肌肉真的是姿勢不對的拉傷 很多時候 尤其在冬天很容易常說 你只是一個轉 一個轉脖子 因為那時候冬天 這時候是很緊的 你稍微用力一下 哇 就整個開始就痠痛 那這個也要大概一個禮拜 才會恢復 這叫真的是一個 姿勢不對的一個拉傷 第二個族群 就是有那種 比如說他們去按摩 按摩說 你這個病入膏肓了 按到膏肓了都會痛 然後什麼頸都會痛 這一類就屬於那種 大家講你在處在 在有壓力 有緊張 不管對另外一半 對小孩 對工作 大家都會不自主地聳肩 呈現一種戰鬥狀態 聳肩肩 這聳肩這個姿勢 事實上就是你的背部 頸部 這些肌肉在收縮 這個有一個很有名的叫 有沒有 我們在這邊 開始在緊繃的時候有沒有 它整個會開始 跑到眼眶也會痛 額頭也痛 因為它整個會拉緊的 然後這個要發現 你不是頭的問題 是你頸部這個肌肉 你把它推開之後 或說是這邊鬆了壓力鬆 可是你如果要講 這個問題 問題還是在更上有是壓力 所以你要把那個壓力源 給處理掉 這個叫做定 當然我們講後續假設 我們講說其實大家的姿勢 其實不只雅蘭有那種很奇怪 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姿勢 那姿勢之後 你每個人的怪姿勢 就會造成某一個肌肉 特別容易受傷 那久了之後我們講說 你要維持你頸椎 恆定需要每塊肌肉都很平衡 只要一塊受傷什麼 那個就會失衡 那就會很多的負重跑出來 負重我們剛剛最怕的就是一個 叫做譬如說像一些 椎間盤突出 或說一些推化性關節 這會壓迫到你的神經 這種叫特別小心 一定要去找醫師處理 那種壓迫到神經壓迫久 有時候會產生一個永久性傷害 就不可逆了 當然還有一個族群 我們講說你看完的腹肩科 看完的骨科 看完的推拿什麼還是無效 剛剛其實這個就是內科醫師的 其實剛剛其實以理大家有提到